普及军神知识传播军末文化 大家好 我是芬哥 本期的军末天下视频给大家带来的是由凯蒂威所出品的1比1500南天门计划软鸟战略空天母舰的合金成品模型 这是由中航文创中航环球正版授权 它的包装盒非常的硕大 非常的精美 并且配有一个拉环 是非常好的送礼的佳品 我们打开它的封盖 里面就是它的模型本体 非常的威武帅气 作为合床也是非常不错的 同时这边可以看到它的原宇宙系列的一些相关的产品 今天所介绍的软鸟空天航母就能够搭载我们之前开合介绍过的88架旋旅无人空天战机 那我们话不多说 直接开合来看一看这一次的软鸟空天航母它的助攻究竟如何 太酷了太酷了 我们看到这里是它的两张卡片 一张是收藏卡 厚一点 这张是南天门计划的抽奖卡 可以进去抽奖 我们把它的支架底座底盘先拿下来 非常沉 很结实 这边是有两个地方 是用铁丝进行缠绕 钢丝进行缠绕的 我们在底部对应位置给它拆下来 好了 这样的话两个地方松了 我们稍微拖一下 稍微拖一下 稍微拖一下 别让它掉出来了 OK 这样的话就可以出来了 整个就能出来了 这样也可以出来了 可以出来 对没问题 可以出来 好 哇 软鸟空天航母 拿着手上的质感相当的出色 非常的沉 整体都是合金件 都是合金件 只有少部分的零件 采用的是塑料件 机身的涂装也是非常的酷炫 深灰色 软鸟它的 长度 长度 实际是有242米 宽度 就是它的翼展 从这里一直到这里 是有684米 差不多可以想象成 两艘福建舰的长度 这么长 这么大 它的起飞重量是达到了 惊人的12万吨 像美国的福特超级航母也就10万吨 刚才说过了 可以搭载88架的旋旅无人空天战机 然后这边是有4台发动机 这是发动机 一个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然后我们看看它的 这是生力发动机 可以垂直起降的生力发动机 这里面发动机的分扇 叶片 你看是可以旋转的 是可以旋转的 活动的 包括这个小的也是一样 可以旋转 转一个 转一个让我看看 这么紧吗 你看对应四台发动机 其实不是发动机四台 是四个发动机的矩阵 咚咚咚咚 里面有很多小喷口 非常猛 这个比猛琴 要猛了 然后可以看到这边 它是有个辅助的发动机 这边是有进气口 你看 也是发动机小喷口 然后这边它是有一个 上反角的小翼 可动键部分 它的前缘 这边 这就是塑料键 可以先张开的 这里也是一样 可以打开 角度就这么大 这里应该是一个进气口 进气口 关闭 关闭 包括这边 可以上翻 发动机的 不爱测发动机 这地方有两个 类似于 减速板一样的 可以上翻 我们来看它的 底部 你看到这边 这些喷口 都是用它的 升力发动机 垂直起降的时候的 一个升力发动机的喷口 应该是 我理解 朝下的 对吧 我原本以为这个地方可以折叠 但是 想想不大可能 没必要了 这么大的家伙 这边是它的支架 安装孔 这两个东西是啥呀 是用来释放 这个旋律的吗 从下面 出来的 有清楚效果外吗 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 这是它的非常具有代表性 非常酷的一个支架 合金的 结实 来 起来 哦 自动可以升起来的 这个设计我非常满意 这边带弹簧的 你看 很棒 然后它的这个球头地方 可动 可以调整它的一个状态 姿态 我们安装一下 靠进去 走 走 我们来冲一下软鸟它的重量有多少 不上是架啊 直接搁上去 这一块管重量是615克 渐进脸屏 凯迪威的这款南天门计划软鸟空天母舰的模型呢应该说整体效果还可以 特别是它的 手感非常好 用料非常杂质 非常沉 然后它涂装也非常的酷炫啊 就是它的可动性比我想象中的还是要少了一点 细节呢也是有所欠缺啊 毕竟它是一比1500的比例 很多的细节没办法进行呈现了 它的支架依然要给耗品 非常的灵活 可以呈现不同的角度进行展示 特别是搭配我们此前已经开枪 鉴赏过的旋律空天战径的模型 共同展示 那效果别提多棒了 期待南天门计划后续更多的机型与我们见面 好了本期的节目小视频呢就到这边了 喜欢的话记得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见 拜拜